最近,国际大事,一件接一件,中日韩领导人两年后再聚首,特朗普公然撕毁伊朗核协议,马上他还要和80后在新加坡会晤,每一件事情,都将对地区乃至整个局势带来深远影响,但在中国周边,其实还有一件大事,深远意义绝对不能低估,那就是刚刚结束的马来西亚大选,持续了一个贾子多的格局,被彻底打破了两个意味深长的记录, 一,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以来,一直是以巫统为核心的政党联盟执政,但这一次大选,执政党第一次被赶下台了,二,最大赢家是反对派领袖,92岁的马哈蒂尔,92岁啊,不是62或72,如此高龄还参加竞选,而且还大获全胜,都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,马来西亚政坛变天,自然是马来西亚的内政, 即马来西亚与中国密切的经贸投资关系,新政府99%的概率会继续维护这种友好关系,当然,哪怕只有1%的概率,挑战也不容忽视,简单盘列一下,三个方面吧, 第一,这次大选中,反对党大肆炒作中国因素,尤其是马哈蒂尔,对中国各种攻击,指责中资抢了本地人饭碗,甚至攻击落败的董李纳吉布向中国输送利益,这极大恶化了马来西亚人对中国的看法,国之交代愚民相亲,这种炒作,对中马关系具有极大的负面甚至颠覆效应,第二,更重要的,还是对中国利益可能的侵害,在大选中,马哈蒂尔宣称马来西亚没有从中国投资中赚的任何好处, 他会叫停多项中国投资,比如,造价140亿美元的东海岸在建铁路,以及中国是在毕德的马仙高铁,这些项目现在都面临重大变数,如果真被叫停,那意味着中国大量的投资又打了水漂,第三,反对党民粹主义倾向明显,一直在族群关系上大作文章,众所周知,当地马来人和华人关系非常敏感,如果族群关系恶化,不排除出现排华浪潮的可能性,在南海国益中, 马哈蒂尔还宣称要重挤南海岛交权力的谈判,如果马再向美国靠拢,这将对中马关系带来致命影响,又一个老朋友被赶下台了,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变数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执政六十余年,现在轰然倒塌,肯定有着众多的原因,但那句老话颠扑不破,谁能再周,亦能复周,对中国来说,谁上台谁下台,都是马来西亚内政, 但保护中国国家利益,却是第一位的,从马哈蒂尔的一贯表现看,九十二岁来能转土重来,确实很有能力,他也善变,能同不共戴天的政敌安瓦尔结成联盟,更可见他的务实,他的很多语言,应该都是净群语言,未必都会付诸实施,而且,最大的好消息,还是马哈蒂尔的年龄,他毕竟九十二岁了,见惯了风云变换, 他应该知道对方能够忍受的底线,而且九十二岁了,再长寿,政治生命也是有限的,大选胜利后,马哈蒂尔已明确表示,对一旦一路倡议没有意见,但可能会与中国就某些协议重新进行协商,变数开始了,如果中国应对得当,将如同斯里兰卡一样,一点波折之后,中马重新开启新局面,但中国也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,这牵涉到至少百亿金美元的投资,一点马虎不得。 Fixed on Mill,YouTube Studio